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对台湾来讲 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一定是一定 但程度我不敢乱讲 它的面向 它的质量分布 好 最新有个英国的民调说 全球15个国家 唯一最挺川普的是台湾人 说台湾最挺川普 最挺川普的是台湾人 约42%支持川普 30%支持拜登 其实香港也是支持川普的高于拜登 但是几乎欧洲国家 大概都是比较希望拜登当选 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 全球的所谓政治氛围里面 我们是有独到的见解 还是像蓝绿双方位在攻击说 你不要给我选错边 还是你已经选边站 连郑立文跟刘士风伟良 为了这个事还吵了一下 我哪有选 不是有选吗 OK 没关系 为什么台湾在议题上 其实道理很简单 好 联合报有一个社论 他今天社论说 如此离谱的川普 用离谱跟川普押运 台湾却是典型一个川粉大国 OK 好 川粉大国对于这个选举的不确定性 如果还一直存在的话 我们被定位成一个川粉大国 不管是被定义 还是自己想成为川粉大国 宇宗老师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那就是英国一个民调 好民调 OK 好 也不用说把那英国的民调 民间的意见跟政府的意见是不是一致呢 这也是个意见听令你的看法 那个再说了 但是我想说 我们不用把那个英国的那个民调 就把它当成这是 台湾就是变怎么样 但是我想那个一般民间 那的确是如果说你在网路上面看到 或者说在脸书 的确那个台湾是有 还蛮显著的川粉在那边 然后他会到处在跟他争辩 那这边我想那个应该就是说 虽然说台湾人没有投票权 可是在这四年台美关系上面 人的值与量上面的提升 这每个人都看得到 包括军售 包括来台访问的官员 包括说对中国大陆相对强硬的政策 某种程度反映在台湾人 在心里一种情绪上的投射 那特别是包括说 因为在过去美国对台湾 他只关注在 例如说两个会被发生战争 台海为和 可是这次川普政府里面 他包括连台湾在国际上面被霸凌 然后台湾的邦交国等等这些问题 他都会愿意公开出声 他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先再讲 但起码他愿意公开来出声 然后让中国知道说 很多相对对台湾友好的法案 也都快速通过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 的确是会让人民会有点感觉 那再相对来讲 拜登马上就想到那时候欧巴马政府 欧巴马政府基本上对台湾来讲 就是说你只要台湾没有战争 那就OK吧 那也不会特别去 针对中国的一些作为 有一些特别的要求等等 所以说再加上欧巴马 实际上他在任内的时候 例如说对中国 他在南海上面一些作为 基本上他就是好像说说而已 他没有特别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说当然我觉得 就台湾来比较一下 拜登作为欧巴马的副总统 和川普他在这四年之内里面的一些作为 我觉得会有人 而且是还蛮强烈的穿粉 这应该是不会意外的 因为这也让我想到 就是说那个 我现在讲是另外一个总统 美国小布希总统 在末期的时候 就已经都不选了 应该是末期的时候 2008年 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的民调 就发现全世界最挺小布希的 是印度 印度不是台湾 因为在小布希的任内 他那个美国跟印度 什么123的协议 然后帮助印度核武 然后那个小布希 他又因为反恐的关系 之前他可能对巴基斯坦有一些期待 但后来对巴基斯坦的态度 越来越严厉 所以说那印度人 就觉得越来越爽 对我的敌人出众手 就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最有名就是小布希 他在最后毕业旅行嘛 他跑到印度那边去 就印度总理那梅梅汪森 他就跑去 他给他弄得非常大 有一对印度人在那个地方场合 然后每个人都讲说 布希布希布希 这个样子 然后他后来就加了一句 印度总理讲说 The Indians love you 小布希总统 所以我是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 根据他自己国家 会有一种感觉 这样的一个投射 那对于欧洲来讲 川普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然后例如说 他怎么样看待梅克尔 然后他跟法国的马克宏 然后他看到欧洲那边 他就拼命讲说 这个欧洲你这边军费都出得不够 他对加拿大也讲到说 他觉得加拿大都在占美国便宜等等 你说这些国家感觉会是怎么样 当然他就觉得 川普你怎么跟过去的 这个美国这种完全不一样 看不大方 天天来跟我们要亲 但是比较有趣就是说 在亚洲有些国家 反而他是会很期待川普连任 除了台湾之外 而且那两个国家还彼此互相对立 南北韩都希望川普 都希望川普 难得有共识 那南韩主要是文在寅 他的对北韩的政策 特别是好不容易他认为 在他的手里面 有办法南韩取得朝鲜半岛 议程主导权 那这个跟美国愿意跟北韩之间来沟通 是很重要 因为在过去美国有个小叫战略耐性 strategic patience 他对北韩就是不理不才 那他还要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办法 好 那但是这次因为川普 他愿意跟金正恩有一些对话 所以说这个南韩 他有办法去掌握到一些主导权 而且他有办法排除中国的影响力 那北韩来讲 金正恩好不容易 有个美国总统愿意跟他写信 川普公开讲说beautiful letter 好美丽的信 对不对 然后那个在金正恩他生病的时候 川普会讲说我也慰问他 所以说前任川普是染病吗 那个就是武汉肺炎 那结果金正恩也跑去慰问他 所以你很难看到北韩也跑去 称赞那个美国的总统 所以说像这边来讲 就是南北韩都希望川普 他对于这个 所以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国家的国民 对于川普或是拜登的喜好 事实上某种程度反映他自己 国家的一个现实利益 这在台湾认为说 川普是挺中华民国的 那老师那您对这部分 你的看法同意吗 OK 变成所谓川粉大国 对未来假设拜登不小心 他说不如川粉的意愿的话 对我们台湾真的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那我给我举几个小东西 比如说在蔡总统的后援会 我看几个好朋友 他们都非常挺川普 他说川普是凡夫俗子 但他帮他人圆梦更显得他的伟大 2020川普要赢 反共第一品牌 川普连任护民主 这我好朋友Jason写的 他说川普还赢 川普今天威斯康辛竞选造势 如是说 他说我听说妇女喜欢我的政策 但不喜欢我的性格 刚才讲过他 对女生常有一些出言不逊 我自己的判断是 妇女们根本不会关注我的性格 她们只希望我的政策 能够带给她们家庭平安 老公有工作 儿子有书考读 继续保持有美国梦 引进巨脸 天天老师 川普大国是好啊 那到底台湾 特别是蔡政府 有所谓选边到川普那边去 那另外一个大赞同道观 那难道国民党就那么讨厌川普 要站到拜登那边去吗 听听你的意见 国民党不会那么笨 民进党在这方面真的比较不灵活 不灵活 平常很灵活的民进党 最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要讲 民进党没做这种事情 你看刘世芳跟郑立伦交朋友来了 两个月了 好 我们先看这个很好玩的一个民调 就是确实 如果我们周遭问问台湾 大家 好朋友 你支持川普还拜登 我相信 川普的支持率会比较高 合理啊 对 你不觉得不合理吗 刚才已经讲了 刚才已经讲了 因为我们被中国大陆欺负 对 国际空间打不开 现在表面上 谁来帮我们 有个老大哥帮我们讲话 而且 当然挺老大哥 所以川普 他的这个民调高 在台湾这些民调高 绝对是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我也必须讲 这个很吊诡的事 我们台湾也常常讲什么 进步价值嘛 那进步价值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LGBTQ这些 同婚这些之外 还有包括气候变迁的议题 我们要支持 我们要发展绿电 对 绿电等等等等 川普对绿电是很不屑 对 然后人权的基本价值 都维护等等 如果我们把它都叫成 叫做进步价值 其实我不把它叫进步 我只把它讲成 因为进步的话 那人家是什么 保守 人家不希望绿电就错了 其实这是可以辩论的 但是我就用大家 新闻讲的进步价值 你看我们台湾的 进步价值的选民 通常会支持谁 川普吗 我们发现在很多社群媒体上 他们支持川普 这就是自我矛盾 对 心里想的跟手座的人 对 各位看看 各位看看美国 就是当你国家没有了 你进步价值个屁 所以我当然要先有国家 你才有进步价值 有比进步更重要的生成价值 这就是要假设川普 可以真正可以帮助台湾 稳固我们的国家安全 好但是我们要看 我刚刚讲 美国的进步价值的选民 特别是年轻人 你去看他支持谁 他们其实两个人 可能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因为至少拜登的政策 在进步价值的里面 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美国的进步价值 反正支持的是拜登 拜登 台湾的进步价值 支持川普 对 大家都是进步价值 支持人不一样 所以确实跟这个 国家安全的顾虑 会有一些相关 好 但是我也必须要 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对拜登 对川普看到 是他荧幕上这些形象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 那么挺台湾 你有怀疑 我必须要怀疑 为什么呢 我们就事论事嘛 川普口中讲过多少次台湾 你们说 哎呀他国务卿讲很多 他什么讲很多 川普自己讲过几次台湾 尤其最近几乎没有了吧 这其实是个警讯 我们不要讲 我就要讲 他上次讲 后来讲到台湾的话 其实是他以前 有个留胡子的 国家安全顾问 出书的时候帮他讲的 班农是不是 不是 那我搞不清楚 波顿 波顿 他出了书是什么 因为他出书当然跟 川普搞不好嘛 是 所以他说川普在办公室讲嘛 中国跟台湾 中国就是我的书桌 嗯 台湾就是我这个 麦克比的笔尖嘛 如果波顿讲的是对的 真的 川普怎么想台湾 所以我觉得我们 你还是川普把台湾 只是当做 他在美中的争执中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 比较坏的一个打算 也就是说 美国对他的下面一些高阶官员 是这样讲 但是川普自己本身的想法是什么 而且川普本身想法 绝对可以扭过 这些其他下面高阶官员的想法 所以我们只能 必须说 希望美国继续像现在这样挺我们 但是川普他本身会不会这样子 还有他这一关过去之后 OK 所以老师您认为如果说川普顺利连任之后 他的中国政策 或是友台的政策 你认为会持续目前走向 你也打上个大问号吗 我希望他会这样做 但是呢 实际上怎么做 有变数 对 值得怀疑 会有很大的变数 OK好 那十几天年内 我觉得 对就是说 当然 对任何人都要保持怀疑 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可以理解 但是至少他现在表现出来的 要比拜登阵营挺台湾的多多多了 贺锦丽说 习近平比川普还更值得尊敬 我的妈呀 你说 听在台湾人耳里 会不会觉得 你还好吗 贺女士 吓都吓死了 你为了选举的表态 这件事情很容易被检验 那起码川普阵营的表态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台湾人你为什么会在脸书上面这么 我看到还有人 努力的在帮川普拉票 我想说最好是你有票 阿母票头头 你瞰瞰瞰瞰瞰瞰瞰 然后说叫大家早快去拉票 我是觉得蛮好笑的 就 的确有一个口号 就是2020川普要赢 我觉得那个其实 谁都可以 我觉得那个某种程度 就真的是因为国家的 对受到威胁的那个状态 就是谁可以帮我们打大坏蛋 那个人就是好人 我们就要力挺他 我觉得有那种气氛在 那可是因为现在拜登阵营表现出来的是 他没有觉得我们的敌国是一个 十二不赦的大坏人 那这件事情就不符合国家利益 我觉得台湾人看选举 还是会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最前 每一个国家都这样 南北韩也是 印度也是 那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当然不例外 这个联合报说 这个台湾变成川粉大国 他说全世界 几乎都比较挺这个 这个这个拜登 只有我们在挺川普 或少数几个国家 南北韩等等 那万一万一 如果是这个拜登当选 美国总统的话 他会改变目前的 所谓他的 美国跟中国的所谓这个政策的 一些基本架构吗 那他会走一个180度的大转量 好 都把我定去 我要跟习近平 我要排排做磁箔箔 蔡总统你把我整理一下 你不要再做一个trouble maker 会变成这样子吗 这个可能性是蛮低的 不太可能 但是就说 我是觉得就内部 应该是说 一般的判断或是认为 可能拜登上来 他跟美中之间竞争的 这个结构性的态势 还是不会改变 然后他在一些议题上面 对中国还是会采取比较强的态势 但是关键是说 他对台湾他的看法会是怎么样 不是说他不支持台湾 而是在于说 他对台湾所感受到那些 比较紧张的议题的 他的感受程度会是如何 会不会像川普政府 那么的敏感 反应那么的 人机几机 对对对 人机几机那种感觉 例如说吧 在那个看到拜登阵营里面 他对台湾 台湾的描述 基本上都是台海的 这个紧张的问题 不好意思 但是台湾的国际空间被打压 然后我们国际参与被封锁 然后我们国际存在感被封杀 那这怎么办 在过去欧巴马完全没处理 那拜登的阵营 也没看到他的 有任何在写鬼观这方面的议题 那这会是怎么样 所以说总体来讲 不会差太多 但是在具体细节的问题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反应程度会有落差 OK 老师同意这个看法 总体不会差太多 但是个别议题的反应程度 会有落差 大概一分钟 不好意思 这绝对会这样子 因为拜登他阵营 对于中国大陆看法 本来相对就是比川普 现在再往后退一点点 也就是说 但不至于180度大转弯 以核战来讲的话 拜登确实核的地方 会比川普再多一点 那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 因为我们再怎么样 在里面 包括我们就算全台湾 99%挺川普 最后川普 一票不会多 20秒钟不好意思 所以怎么办 所以你认为在这个议题里面 还是要保持客观的 理性的观察 多看些事实 希望对台湾真正好的人当选 我们现在只能祈祷这样子 不然还能怎么办 OK 好 我们只能祈祷 明天再见 睡觉前用力祈祷一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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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